最继人喜攻略的剧情发展 得也真是够快递啊 一个接着一个的变成了坏人 先来说说一直都是坏人的高贵妃 像高贵妃这样蠢坏蠢坏的人也真是太少见了呢 想方设法的要置皇后于此地 亲手把皇后推下楼台 而她为什么处处 针对皇后的原因就是因为魏英洛的姐姐 魏英宁是她曾经最爱的宫女 都知道魏英宁的绣功不比妹妹的差 而高贵妃又喜欢唱戏 所以魏英宁缝制的戏副自然 是获得了高贵妃的亲爱了 高贵妃以为是复衡侵犯了魏英宁 所以想尽一切办法 想要针对皇后 不过不少网友觉得高贵妃 真的是紫禁城里面少有的爽快人了呢 嘴巴也没个把门的 一言不合就会开对皇帝人家妃子 被皇帝惩罚了是敢怨得的 他还不让和太监歇斯底底的嘶吼 自己的手都快写断了 对于魏太妃被雷批死 那也是毫不忌讳的公开嘲笑 真是各对天对的的小作敬 毕竟敢骂自己的爹是老皮肤的女子 也是刚烈的很耐这么看来的话 高贵妃这坏的怎么有点可爱呢 相比较而言耳情的坏就有点让人恶心了呢 见傅恒喜欢魏英洛 就设计让皇上下旨取了自己嫁给傅恒之后 仗着自己成了夫人 要求魏英洛给自己收拾行李 不料被魏英洛一巴掌打倒在的 硬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可惜 在之后的剧情里面 耳情再痛失爱子的皇后面前刺激了他 最终导致了复查皇后的自杀身亡 可谓是全局黑化的罪恶心的一个角色 而他即使是嫁给了傅恒 却因为傅恒对他很冷漠 所以趁着醉酒爬上了皇帝的笼床 还谎称自己怀了皇子 想给傅恒戴绿帽子 也有网友透露衬 耳情怀着的孩子并不是傅恒的 而是傅恒的弟弟的孩子 这不遭操作 也是让人叹为观止了 最后耳情的结局就是被魏英洛给逼死了 在临死之前 耳情到处对皇后的恨意 就是自己的出身问题 这个解释多少有点牵强 不过最后耳情是被明玉用毒药 亲自灌入口中而死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预告里面 会出现皇帝非常气愤 只得魏英洛的场景 因为魏英洛美 又向皇帝请示自己跃全处理了耳情 所以后来明玉为了救魏英洛也自杀谢坠了 但这结局的背后是贤非一手策划的 他一步步的将魏英洛 引向自己所设的局里了 鱼妈这步举也真的是太能兵了吧 谢谢大家